李嘉欣和老公許晉鏗也缺錢了嗎? 被捕低價套買豪宅 日前媒體爆料李嘉欣的老公許晉鏗 以6,000萬港幣掛售何文田半山一號的豪宅 相比上個月7,000萬港幣的掛盤價 最新叫價6,000萬,足足減少1,000萬 許晉鏗的父親許細芬是香港船王後代 他開發了很多樓盤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不過許晉鏗生意頭腦不及父親 他在2008年以8,207萬港幣扣入這套豪宅 2018年的賣價高達1.11億港幣 但沒有走著窗口,現在價價嬌 這套何文田半山一號頂層複式天使屋 上月原以7,000萬元放售 最新叫價以減至6,000萬元 較2008年5月扣入價8,207.8萬元 達2,207.8萬元 據悉 蓋福式天使屋實用面積2,359平方尺 四房間隔 連私人天台及泳池 2018年7月最初叫價於1.11億元 最新最新叫價以減至6,000萬元 累計調低5,500萬元或47.8% 值得注意的是,今次並非許晉鏗首次放售半山一號單位 2017年許晉鏗獲相關人士以3,900萬元 沽出同屋苑半山徑26號高層戶 以2008年扣入價3,166.7萬元計 帳面獲利733.3萬元或23.2% 代理又透露,許晉鏗獲相關人士過去 持單位作修租用途 2018年就增將單位以每月約13.2萬元 租與藝人陳浩文 當年成交呈租約56元 一年租金收入共約158.4萬元 2018年香港樓市還狠火熱 如果許晉鏗當時掛售 入賬過億應該沒問題 許晉鏗家族作用400億財產 他只有兩個兒子 長子許晉鏗已經去世 次指許晉鏗成為最大的受益人 不過許晉鏗很有軟健 沒有把財產交給兒子 而是成立家族基金會 據說許晉鏗夫婦 每個月可以拿到200萬的生活費 一個月200萬在浩門也不算少了 要知道賭王的子女 每個月生活費財六位數 賭王三房兒子 賀尤啟的前妻齊嬌 本月受訪自報一個月收入40萬 被懷疑是兩個女兒的生活費 齊嬌後來解釋 這筆收入是理財所得 簡而言之 有積蓄才能理財 齊嬌的本金肯定很龐大 說回李嘉欣和許晉鏗 當年許晉鏗的父親許細婚 失分反對兒子與李嘉欣再一起 甚至環撩下狠話說 只要他敢把李嘉欣取進門 那麼四百多億的財產一份都被想繼承 可許晉鏗最終還是沒能如了老爺子的意 讓李嘉欣大張其古地以許太太的名義達盡了許家 完了做浩門闊泰的夢 殊不知他這個闊泰夢還是和理想中有很大差距的 傳聞當年李嘉欣嫁入許家 他的婆婆就落下了八條家規 從家規中可以規得 李嘉欣要遵守的浩門規矩相當嚴苛 上次大節時的叩拜例 下次非必要不得留宿娘家 大到不在進行目前演出 小到行是低調不得依著暴露等等 可以說李嘉欣的婆婆對這位儀式的約束無微不至 以至於結婚多年來一向外出風頭的李嘉欣行事低調了很多 至於其中原因 想必還是門大之差 許晉鏗是香港傳王許細婚的小兒子 他一生只有一位夫人便是原配妻子簡身春 這對老夫妻攜手一生 感情一直非常好 也是浩門中的一股清流 許細婚即便成了副甲一方的好身 可營救獨寵愛妻一人 家中須有眾多勇人可妹妹出行 許家老爺子還是會時刻照顧太太 能看得出這對老夫妻的自愛情深 可許晉鏗卻是個花心闊笑 年輕時抹笑根娛樂圈的女明星有染 甚至還險些把劉嘉玲取進門 兩人當年的戀情 也是娛樂版面的頭條新聞 許家老爺只看見小兒子如致花心 不止沒有接手家族產業的能力 甚至還留戀女明星 便想出了聯恩的對策 希望能讓小兒子 娶一個門當戶對的荷門千金餵妻 彼時 厄門島王之女何超禽就成了最佳人選 雙方加勢對等 女方能力出眾 聯恩是最好的商業融合 於是許晉鏗和何超禽便遵從各自的家命 完成了這場世紀婚禮 此事不出所料 這兩人心裡各有自愛 婚姻只是一場形式 但何超禽的端莊大方 荷門千金的氣度 卻是許家掌母鍾愛的 不管何超禽與許晉鏗的關係如何 她與婆婆相處的非常融合 甚至在與許晉鏗離婚後 她仍能與前婆婆喝茶礦街 兩人出行時 許家老太太臉色喜悅 甘心讓她參符 作為何家未來的掌門人 何超禽雖說離開了許家 但卻並未捨棄這眾商業關係捨棄 根許細婚也常有往來 老人家再見前儀式 也是喜笑顏開 對比之下 李嘉欣進門後 卻不怎麼受婆婆待見 她本就是小門小戶的出身 再加上李嘉欣早年曾與香港多位富豪鑽過戀情 其中最知名的一位便是劉聯雄 至今網上形流傳著一段音頻 愛容師李嘉欣因劉聯雄而成他人 而向劉聯雄爆粗口 醋味夾雜雀火藥味 實在有肉絲紋 另外 他與才子偽陣也有過公開的戀愛關係 有過這麼多關係混亂的感情經歷 李嘉欣又怎能入得了許無的眼 吸他立下百大家規 在外人看來視家規 可對許家來說 何嘗不是一種防範 防著這位美人張揚高調的個性 和迷人性感的外形 做出有損於許家的形象的事 所以 在許家兩位老人在世時 李嘉欣嚴守家規 閃小拋頭露臉 每每出席公眾場合都依著得看 盡量讓公公婆婆開心 可媒體營救拍到過多次 疑似婆婆對李嘉欣不滿的照片 婆式關係不和也是媒體熱衷的八卦新聞 在許家主母去世後 李嘉欣終於迎來了屬於自己的自由時光 就連網友都紛紛留言 恭喜李嘉欣重獲自由 可安享豪門闊泰的無憂生活 但是 李嘉欣真能過得那麼自由嗎? 雖說許進亨確實是豪門二代 何他多年來 並無任何事業心 幾乎是家中的一隻主蟲 許家兩位老人離世後 他只能從信託基金中領取生活費 雖說每月也有兩百萬之數 可對於樂響高車生活的李嘉欣來說 這點前橫視有些捉襟見找的 此時也有人看清了老爺子的心思 可能就是怕把遺產直接留給兩口子後 他們會揮貨無盜 所以才出此嚇殺 也算是給了兒子 而適一個日常生活的保障 正因如此 李嘉欣的闊泰夢也破裂了 家級許進亨 雖然得到了明星和地位 可真正到他手裡的前也沒多少 而許進亨也只能對基金會 累的幾百億虎視擔憐 卻始終沒有權利一股腦傳取出來 讓夫妻兩人瀟灑 可另一方面 李嘉欣確實是自由了 之前不敢穿的泳中 路背 路遲中 現在都敢隨便穿了 雖然金錢上有限制 但沒了長輩的壓制 也是樂得自在 許進亨與李嘉欣自結婚後 以人與兒子基近居住 再由家族持有 位於東半山司徒拔道的豪澤曉爐 曾有消息指許進亨在曉爐擁有兩個單位 面積分別為基單位3816呎和別單位3676呎 不時更新社交網站的李嘉欣 再奮在日常生活的照片中 增把其豪澤的不同部分曝光 李嘉欣爭於社交網站發放限時動態 間接把豪澤中的衣帽間曝光 其衣帽間的中間 放著至少四層高的矮桂桶 上方放滿各式各樣的飾物 後方的一整面長側放有多款母子及圍巾等衣飾 側面的衣櫃測案份類放好衣物 從另一段李嘉欣分享的片段中可見 他一身運動打扮 背對著大玻璃槍彈吉他 之後他更出動私家乒乓球台 放在大廳中間 與家人一起做運動 大廳的玻璃槍對出就能俯瞰整個城市 景觀一望無際 相比其他豪門 伊人從來不會鋪張浪費 穿戴也沒有特別誇張 紀念日只是吃飯和度假 很少搞大型聚會 雖然李嘉欣沒有特別大的開銷 但他本人喜歡出海 名下有一艘過億的遊艇 每年維護費用及船員的工資就高達8萬 李嘉欣當年帶著2億架裝結婚 幾年前增幅出錄製中藝 有轉片籌高達5,000萬 其實李嘉欣如果缺錢 也可以再次復出 勿必要打竊賣房碼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